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3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追击 我是Jennifer 白宫主要的中国鹰派贸易顾问 彼得纳瓦罗周一12月30日表示 与北京的初步贸易协议已经完成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会在下周签署 但官方确认将来自川普总统或美国贸易代表 纳瓦罗在福克斯新闻上说 这已经完成了 装在袋子里了 但他拒绝证实南华早报12月30日的报道 该报道称 由刘鹤副总理率领的中国特使 本周末将前往华盛顿签署协议 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华盛顿发出了邀请 北京已经接受了邀请 纳瓦罗告诉福克斯 永远不要相信匿名来源的报道 从川普那里却得到消息 或者从美国贸易代表 罗伯特·莱特希泽那里 他补充说 我们可能会在下个星期左右对此进行签字 目前我们正在等待翻译 纳瓦罗表示 该交易将尽快公开 他不希望有任何阻碍 他补充说 基本上需要将其翻译成中文并仔细检阅 以便两个版本都匹配 纳瓦罗说 这份长达86页的协议 包括有关知识产权的详细信息 有关强制技术转让的良好开端 和有关汇率操纵的一些良好语言 纳瓦罗对白宫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肯定地表示 川普总统没有感到压力 尽管他有权去协商对美国更有利的条款 纳瓦罗此前对北京和世界经济的实践颇付盛名 他在加入川普政府之前出版了一本书 名为《中国之死》 根据12月13日公布的协议 川普同意暂停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新关税的计划 并减少了一些现有的关税 中国同意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 并就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公司的强制技术转让 和货币惯例做出了新的承诺 该协议的确切条款尚未透露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说 他希望他和刘在1月初签署这份长达86页的协议 届时该文件将公开发布 美中双方目前均未公布更多详细的协议内容 但12月30日国际股票投资市场对于美中间贸易协议仍持续保持乐观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总统川普曾在12月24日指出 他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签署 美中两国本月宣布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并将此举行签署仪式 当时有记者问他是不是会与习近平举行仪式签署美中协议 川普回答称 我们将举行一个签署仪式是这样的 他说当我们最终聚在一起时将促使协议签署得更快 我们希望尽快将其付出现实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追击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